今年3月雅尼新城山矿场展开第一次三方会谈 接下来底下的居住安全工作小组 预计将在11月初针对矿场转型计划做讨论 而28号召开的第7次远转会上 泰鲁阁族代表德拉优道正式提案 要将雅尼新城山矿场转型为生态博物馆 根据我们在9月12号 我们泰鲁阁族的远转会的咨询会议里面 由部落会议的主席提出 然后我在今天的会议里面正式的提案 这个提案也获得我们在座的15位委员的支持联署 总统蔡英文对于雅尼案开启了对话协商的基础表达肯定 强调后续会持续请相关部会注意这个提案 我也非常的期待相关的议题 能够在后续协商的议题会议当中进行完整细致的讨论 找出各方都能够一起推动的共识 那包括您刚才提出来的那个提案 那这个事情我们会请我们后续处理的相关的部会 能够特别来注意您刚才提出了这个提案 提案目前已经获得远转会15位委员的连数 总统也请相关单位提出矿场转型的可行性评估 找出各方都能一起推动的共识 原始新闻喜故对付乱台北市采访报道